很多时候,我们不争,不代表懦弱,而是不愿意添麻烦,很多时候,我们不离,不代表理亏,而是早已心知肚明,很多时候,我们沉默,不代表冷漠,而是真的无话可说,生而为人,少不了被人议论,总有人调三解四,讨厌你,不是你努力就能扭转,冷落你,不是你谨心就能改变。 你周全不了筋谋的人,你满足不了贪图的心,有些人,看轻了,也就轻了,有些是,看淡了,也就算了,不用在乎别人的议论,做到心中有数就可以,在乎你的人,他懂得你的好,厌烦你的人,看不惯你多好,是流言,早晚不攻自破,你越是争辩,别人越是得寸进尺,没必要去较真,是谎话。 早晚会被拆穿,你越是计较,别人越是变本加厉,没必要多纠缠,不理解的人面前,存在极无理,又何必多说? 不珍惜的人面前,做啥都是错,又何必去做?与其和人浪费唇舌,不如自己找点事做,与其苦思冥想惶惶不安? 不如看开看待一切随缘,不该搭理的人别搭理,别气坏了身体,不该解释的是别解释,别伤害了自己,身争,无愧于天地,心争,无愧于自身。 更多情感,哲理美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